嘿 哇哦 怎么那么惨 哎呀 好 在家烹饪 橡拔棒真的那么难吗 20块钱 你在干嘛 刚刚发了通知 走 我们去打发 加拿大橡拔棒去 加拿大橡拔棒啊 那些这么小一叠 就已经快要上百上千了 还是别了吧 广东的经济实惠 我可是学到家了好吗 肯定是自己DIY 带你去见见失眠 走 原来你是在这里挑选橡拔棒的 对啊 这里是加拿大橡拔棒协会 指定的水产市场 那个时候我又不会挑 那还不赶紧拿小板棒记好 挑选得到一只好的小宝棒 是是否能享受到美味的关键 这可是有诀窍的 我们可以通过望闻捏三步 来判断它是否是一只优质的 加拿大橡拔棒 红吸管看起来新鲜又饱满 五点和瑕疵极少 闻起来有清新的海洋味 没有鱼腥味 摸起来出管结实 外观相比于美国小宝棒 加拿大小宝棒会更加百进哦 如果你是小白或者懒人 可以选择买现成切好的更省之省力哦 你看 这种食材挑选起来就容易 但是它是顶级食材 在家里烹饪肯定非常有难度吧 当然是因为我们作为资深食物 可定会有一套 加拿大橡拔棒的处理跟增热 都是非常简单 小朋友都会好不好 真的吗 那不如你就拿这个橡拔棒 做三道菜给我吃怎么样 So easy 20分钟后就吃吧 处理橡拔棒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我们先把棒盒和棒肉分离开 然后去除里面的胃球 用温热水稍微烫一下 为了更好的玻璃外皮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把红吸管和棒生肉切开 将棒生肉柔软柱修切掉 红吸管部位呢就对半切开 今天呢我们就把它切成薄片 记得过一下冰岩水哦 剩下的我们就改成花刀用来爆炒 爆炒相棒是最经典的一种做法 首先呢我们就要放一些姜葱蒜 小米椒爆炒香 爆炒香之后呢就要放一下我们的主角 橡拔棒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红色的辣椒啊 跟青色的辣椒作为点缀 加一点点的盐 再翻炒一下 美味的一道爆炒橡拔棒就这样完成咯 其实橡拔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只需要准备一个非常简单的白粥 放入我们切成薄片的橡拔棒 加点姜丝去去腥 之后我们在上面撒一些葱花 炒香菜 一碗美味的橡拔棒粥就完成咯 哇哇哇 有点丰盛诶 这个爆炒橡拔棒 橡拔棒白粥诶 咦 一个 两个 喂 说好了三道菜呢 急什么急什么这不就来啦 橡拔棒啊跟火锅绝对是黄金搭配 无论是清汤还是麻辣的都很好吃 抓下快点做啊 快试试快试试 哇 哇 橡拔棒诶 让我试试一下 哇 太诱人了吧 让我尝一下 真的很不错诶 它下锅算5到10秒钟就OK了 而且味道超级清甜 口感也很爽脆诶 而且是你平时不喜欢的泥腥味也没用 真的诶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橡拔棒是生爽在太平洋的 沿岸冷裂 纯净的海域呢能让它的乳冠是品质上 口味上都是最上层的 加拿大的香拔棒就是王中王诶 看了眼馋好久了 就是个爆炒的 哇 刚刚你这厨房里面我都快流口水了 那个香味真的超级香 让我尝一下 嗯 口感不太一样诶 而且 嚼仰一下感觉味道会更加浓郁诶 是啊 因为你刚刚尝的这个位置呢 是红吸管的部位 更清甜爽脆 但是这个是棒肉的位置 风味更佳 所以爆炒绝对是一流的 哇 这个不管刚刚是火锅的还是爆炒的 都让我直接想干两碗大米饭 你们要看到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吗 香拔棒粥 而且不仅简单 非常的好吃 感觉这个香拔棒的精华 全部都会渗到这个粥里面 整碗粥都超级清甜了 而且刚刚出了这个火锅 还有出了这个爆炒了 再来一碗这个 超级棒 加上香拔棒呢 第一支 低卡 低档木醇 含甜量又高 还有很多营养元素 不论是小朋友跟老人 都非常的适合 那我知道了 以后做家业呢 我就不用筹了 那我以后呢 就定过两支香拔棒 在家里自己DIY 到时候也请你过来哟 很客气啊 大家自己忍 对吧 没有啦 没有啦 虽然说呢 这些香拔棒非常好处理 但肯定做的吃比较香一点啊 爹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你以后就能够 你一项 你一项